一战走下神坛,球迷要求更换他,被队友骂,如今黄马也要放弃他,要说目前世界杯最郁闷的球队,无疑应该是当属德国队,要知道本届世界杯德国队的目标,可是要委免世界杯冠军的,而万万没想到,没想到在揭幕战首战,德国队就让球迷大跌眼球,0比1不敌墨西哥队,让自己小组出现蒙上了一层阴影, 毕竟要知道,德国队的下一个对手,虽然实力不及德国队,但是从预选赛开始,无疑是已经证明了自己,先后淘汰荷兰队,意大利队,真的依然成为了强队克星,当然也与荷兰,意大利的青黄不接有一定的关系,但对于德国显然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,在输球就意味着卷土豆回家,而最郁闷的人,无疑是当属西班牙队的门塞, 要知道在世界非前,德赫亚可是被号称为第一门疆,而如今与葡萄牙一战后,简直是一战走下神坛,队友努力进了三球,而他也丢了三球,让队友的努力变成空坛, 但其实话又说回来,除了第二球外,除了第二个黄有手外,其他两球,换作其他人也真的很难守得住,但这就是这一战,就是这三季丢球,让自己彻底走下神坛, 不仅自己本土的球迷喊话,让他让出首发,他还被队友在赛场上直接嘲讽道,真TM的是个废物,而在这些背后,据西班牙媒体透露,黄马也已经放弃引进德赫亚, 转而追求巴西国门阿利森,和切尔西门神库尔图瓦,并且据意大利罗马体育报的消息称,黄马也已经准备八千万欧元,报价引进巴西国门阿利森,真的是尴尬啊, 不过从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,西班牙主帅仍无意替换掉德赫亚,也期待,期待德赫亚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证明自己,证明自己的价值, 重新赢得西班牙球迷和队友的信任,最后多调侃一句,就问,又有哪个门将在面对C罗时会不紧张呢?